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主动要求北沃采风 并悬定这个东北的小城 没想到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前结束行程 我一定要把父亲带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你好 我想订一张最快的去北京的票 是这样 作为职业使用师 我拍摄全国各地的火车 铁轨和与铁路有关的风景 但我不知道 今天有没有火车会在这里停靠 不知从这里乘火车到北京需要多长时间 不知他们会不会接纳一名只能躺着的旅客 但我只能试一试 因为最近的机场距离这里也有一百多公里 而且他们的支线客机承载不了只能躺着的伤者 喂 我是刘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刘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到 10号车将有重点旅客 列车已� journalist 已拓好将写准备 车长请拜 这边有病人 注意来慢一点 这个部位的旅客已经跟你们 创好位置了 你就在这吧 小心 慢一点 小吴小吴 你先照顾一下 我去前面看一下 好 小伙子 我把这箱子搬过去就没了 马上马上 男主主 我帮你 谢谢 没事 小伙子 遇到这个事别着急 上了火车 挺快的 谢谢啊 叔 杜安队好了 你好 我是列车长 这个是咱们车厢冲员小吴 他配合你照顾病人 我想问一下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可以进食吗 可以 晚餐这块 我十几岁就带着相机 我喜欢火车 喜欢拍摄火车 每年我都要花一半以上的时间 辗转在中国的各大铁路线上 寻找 等待 并捕捉 火车的事 这既是爱好 也是职业 但事实上 我真的很少有机会 像现在这样 安静的 真正的 和火车联系在一起 你干嘛去 我上厕所 上那边上 为啥呀 这边都进到 这边刚才上了一个病人 你开门再进来凉婚 来 餐车做了点儿粥 看看大爷 能不能喝一口 要是不够 我一会再送进来 爸 能不能喝点粥 晚上好 晚上好 一路风雨兼程 中国改革开放 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 哥 你知道吗 咱们还要跟你去 对对对 我告诉你 我就得跟你去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你知道啥呀 那是没你的 你就拍达浪囤 达浪囤 中冬铁路的时候 就是整个运数的节点 你不拍铁路吗 就拍达浪囤 我告诉你说 我在那时候 那就可落后了 那现在变好老大了 啊 你那 你那 再说的 你爸爸不是在那 下午乡呢 人手 哎 爸 你想上渣滥囤 那是不是有你当年的小花啊 这怎么有小花 我就不能有小花 真是 真是 你妈呢 好 我跟爱人吃饭的时候 妈妈也给我喝这一口 人生这条路上 充满着偶然与必然 每一处拐角 都无法预测 木然壮见的下一刻 这段特殊的旅程 让我懂得生命的脆弱 世事的无常 我认识了一位愿意帮助我们的大叔 认识了悄悄照顾我们的陌生人 认识了几个喝酒时 怕吵到我们的哥们 认识了为我们熬粥的小吴 还有忙前忙后 接站送站的列车长 我还听说 喝AD奶 可以吃饭更香 这次两千多公里的跨越 距离最远 却离心很近 一路上陌生人的信任与成全 将我一步步带出了 人生的厄运 我继续完成着我的选题 但不同于父亲 我的镜头里 不只看见改变 进步和繁荣 我还看见温暖 看见 看见理解 看见信任 看见开放 看见包容 看见意志 看见信仰 我看见一场伤 我看见一场伟大的改变 和这变革中从容自信的人们 他们珍藏生命深处的美好 守护着信任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不仅有改变 更有不变的坚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